对不起老板,我不想上班 对不起亲爱的爹娘,我只想吊耳朗荡 对不起老板,我不想上班 对不起亲爱的爹娘,我只想吊耳朗荡 我只想吊耳朗荡 大家好,我是自由人,自由人今天休息 我自我期许,一个月里面要七天不要交易 所以这波多头真的走太久了 今天总算可以休息了 今天自由人在撞尾沙丘,看到龟山岛 现在应该不叫龟山岛,现在应该要叫那个憋山岛 因为它的那个龟手变得很尖锐,很像鳖啦 好啦,废话不多说,我们来看今天的软体部分 我们打开软体,第一个我们必须要知道说 今天的盘中的资讯 也就是说,上涨的股票是谁,下跌的股票是谁 那我们看到说,上涨的股票是台积电 收盘是贡献指数将近40点 下跌最多的是鸿海,贡献指数20点 那今天的成交量是4400多亿,还好啦,还好 这个都是OK的,OK的 那看完之后,我们来看到我们的自选股 这是自由人设定的 所以还是大哥就好了 现在我们只要看大哥 所以尾盘会拉上来,盘中会刹下去 是因为鸿海,二哥刹的 所以你只要看大哥,二哥,还有三哥 三哥在下刹的时候,那个连发哥 这一段下刹就是今天盘中下刹这一段 那广达基本上是不用看啦 因为要结算了,我们只要看大哥二哥跟三哥的走势就好了 好了,稍微了解一下盘面之后 我们就把它,我们再看看那个 今天的分K的状况 软体手机摆直的话 直放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分K 摆直就可以看到分K 我们今天的分K就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其实它就是跟着台积电走 台积电现在已经超过,占大盘的比重超过30% 那一跳是影响点数是8点 所以尤其又是那个,那个要结算了 所以你完全看台积电做单就对了 但是今天自由人,我只想休息 因为我觉得多头走了太久,我有点累 做多做到有点累 希望它可以跌多一点 那我们看30分K啦 30分K我们点出来之后稍微放大一下 我们现在的收盘价是在30分K的24MA的下方 但是呢我觉得啦,自由人觉得 未来的下礼拜一二三一定会有一个长红K 就是再度的突破这个高点 这个高点 那对与错 我们用时间来证明 用时间来证明 我们在点这边 今天政府只有113点 那昨天出现了88点的最小政府 那今天就一定会放大一点点 我相信现在88点应该就是最小政府了 因为指数在2万点 0.5%都不到,这个太夸张了 那未来如果波动出来的时候 各位一定要抓150点 就是小小政府149 好啦,今天自由人的盘后分享就到这边 我们就明天见咯,拜拜